楊楊楊 楊敬明 在內線 那另外在後場呢 則有林書偉 簡佑哲 再來搭配的是世關掌 聊到的就是說 在上一場比賽 幫助球隊拿下連勝 而且標了46分的可惜喔 狂對這 來到藍底下 來到另外一邊 代表上一場還有補扣的鏡頭 我真的嚇了一跳 底線三分球 後半段 在調整陣容 當中也是非常的迅速喔 蘇偉的壓力就是非常的大喔 所以在整個控球的輪替上面 也是要做到投籃的機會 確實在這個整個策略上面 非常快 有幾位 楊敬明真的就是買到了 不然他六半比場喔 哇真的被騙起來了 這沒辦法 對 領航員呢他們贏了比賽 不過楊敬明呢也寫下了這 很問題 還好沒有比太久 對 這是也是沒有問題 哇這個 哇兩邊都有一些意見了 哇 吹了感覺起來 被這邊 左手 揮了那一下 對 空檔有製造出來 哇 舒遲軒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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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呂 哇 哇 哇 一對一的這個狀況 邊線這邊去做一個上身體的動作 敏哥就順勢的倒地 都相當有水準 在PLUS LEAGUE看到這麼多更好的選手 一起來在這裡打球 就是要讓董教練去思考一個地方 這個球 手這個壓下去就會比較容易 國王這邊的防守 其實確實要先去做調整 一進一分 外圍楊鮮明直接拔起來 前還是出走後的犯規 這個就是要裁判去認定 這個球確實是算 也算是十號十萬 對 對有時候滿足